欢迎收看小高 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 如今在北京跟随跳水队进行东训 央视五环之约栏目 采访了回归训练的全红蝉 目前全红蝉还在主抓减肥训练 每天跑步 游泳以及蹦跳 全红蝉主管教练陈若霖认为 全红蝉恢复正常比赛状态需要一两个月 而恢复巅峰状态可能需要半年以上 全红蝉在东训中练得非常刻苦 江南军获悉 全红蝉在国庆节假期过后 回到跳水队集训 她面临一个大任务就是减肥 巴黎奥运会过后 全红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没有系统训练 小脸圆了一圈 全红蝉的训练是经常在跑步机上完成的 减肥每天都在跑步 然后去练练力量 游泳 跳跳倒下 每天都是这样 全红蝉表示 这样的训练很枯燥 全红蝉表示 每天坐班车回公寓的时候很开心 可能是觉得又熬过了一天 回归训练之后 全红蝉的饮食进行了控制 有时候觉得自己都吃过了 就不太想吃 主管教练陈若霖 在严格监督全红蝉训练 全红蝉在弹网上进行弹跳训练的时候 陈若霖批评 全红蝉大腿上都起褶子了 这是全红蝉体重增大了的缘故 全红蝉也表示 自己跳得没那么高了 全红蝉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恢复 恢复的话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两个月 恢复巅峰的话 我觉得需要蛮久的 可能需要半年以上 陈若霖表示 关于新的奥运周期调教全红蝉 陈若霖表示 这个周期主要靠他自觉吧 毕竟大了 不可能像以前那么严厉了 加上可能马上进入叛逆期 需要换一种方式对待 以前需要严厉一点 现在需要哄着一点 新的奥运周期 一切重新开始 全红蝉要想回到巅峰状态 还需要进行刻苦训练 明年全红蝉有全运会任务 而全运会在粤港澳举行 全红蝉属于东道主队员 他的争冠压力不小 为什么陈若霖会说有一个叛逆期呢 这就是全红蝉接下来要面临的大麻烦 随着年龄的增加 全红蝉的身高 体重再控制也会成长 特别体质方面 比如向成年发展 而这些改变会给全红蝉带来成绩的不稳定 而当运动员成绩不稳定 随之而来的就是情绪问题 比如说 此前全红蝉就因为连续输给陈玉希 在赛场上痛哭了一场 而在这一次陈若霖发生之后 全红蝉必然也看懂 他也会意识到自己当下面临的处境 做好心理准备 和恩师一起完成心得突破